首先的话呢 这上礼拜的范例 就是 原始的资料 里面的话有 中文 有数字 有英文 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要知道数字有几个 非数字有几个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上礼拜讲的方法 当然我们 这一看 这是一个阵列 那阵列外面一定是包个大瓜糊 那当然我们可以几个 方方式来解 第一个就是 先抓什么 用那个code函数 先去抓什么 给一个储存格 不过特别主要code函数只会抓这个储存格里面的第1个字 所以他会抓Excel里面1 然后呢 帮我判断出来 他在ASCII code里面内码表的位置 那这个内码表的位置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之上面的ASCII code 1的位置就在这里 69 OK 那其他的位置怎么办呢 当然你在 Excel里面 如果要抓其他位置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用到阵列 如果你不用阵列的话 你没办法 再去抓下一个 那阵列里面呢 你可能还要再 配合一个叫 Mid函数 Mid函数是 从哪一个字帮你切 切 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什么 你要切的字的范围 而且 需要给他一个大刮壶 告诉他范围 那最后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一定要Ctrl Shift 再加Enter 他才会帮你去执行这个大刮壶 所以上礼拜的部分 你看还有印象吧 我们是先Code 有没有 然后里面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那个 Mid的一个 函数 那里面就是从A2 去抓 抓的话 第二个参数一定是哪一个字 可是呢我不知道有几个字 不过最少 最多应该是八个字 或九个字 所以我在这里面 放一个什么 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意思说 我需要你帮我去抓 第一个到第九个字 可是 因为 像以色列里面 只有五个字怎么办 所以第六个字以后 就会没有 没有的话就产生错误了 所以外面为什么会 if 就是找不到 就是没有的字 它回来是value 错误 那我把它顾虑掉 再利用散盘数呢 帮我把 最后 就是 查到的结果 帮我再把它加重起来 那查到的结果 这个地方 因为中间有逻辑 这个逻辑是 这个 内码的位置 是不是在47 到58之间 那意思是说 在数字这个范围 如果这个为触的话 表示 他是在数字跟数字之间 那触跟触 如果用乘的话 他回来的结果 就是1乘1 回来的话是1 那1的话呢 他就用上盘数的帮你把它做加总 加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算出了总共有几个数字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一定要记得怎么样 一定要 按下那个 Ctrl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那个大瓜糊不是自己打 之前有同学很 看到我在上面有大瓜糊 他就这样打 打完之后呢 很习惯的打勾 他发现怎么样 哎 出来的结果 老师为什么 出来的结果是一个公司 OK 如果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大瓜糊不是自己打的 OK特别注意 请注意 因为 之前 好几个同学 可能没有听 听懂我的意思 如果你要执行 以前是 直接打勾啦 打勾的话 只会执行第1次 可是如果你要执行的是 因为里面有一个正列 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以后要执行正列 前提是里面要有正列 如果你里面没有正列的话 那 他也不会去执行 有点像 这边有点像是一个 4i等于1到9 然后你执行 的时候我们在VBA里面不是按一个那个上面不是一个一个箭头执行 那有点类似那个执行动作呢在这边是Ctrl Ship加Enter CtrlShip按住 再按下Enter 这个是组合键 按完之后的话 他会自动产生 大瓜糊 而会帮你去执行 你这个回圈里面的动作 OK这个很很重要 因为 如果你这个动作做错 他不会去执行正列 那这个有点像 在Excel里面 写回圈的叙述 OK 可是你会发现 在Excel里面写回圈叙述 有的时候反而没有在 VBA里面来得清楚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全部都混在一起 一行就要把 VBA里面可能很多行的叙述 全部都要解决 因为如果说在VBA里面写的话 是4i等于1到9 然后Net 有4Net 然后下一个下一个 而且如果VBA还个组行你慢慢去看 可是在这里没办法 你做错了 你也不知道错哪里 除非说你对于这些函数的使用 都非常的熟悉 否则呢 你非常容易做错 好像这一串 一串串 说真的 你如果一次要做对 恐怕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像有同学ifl没加 可不可以 不行 还有 call的这个地方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是特别注意 有同学忘了家外面这个瓜糊 结果 也会错误 OK差一点点 结果就错 错了你有时候 除非你的功力非常 我想 可能才有办法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把这个结果 做到完全正确 是不太容易的事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 如果你做的过程当中有错误 也没有 我有把那个 最后的完成结果 放在这里 数字 个数正列 在这里 那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公司是放在这边 这个字太大 那外面这个瓜糊 特别注意 因为之前可能有同学习惯性 Ctrl C Ctrl V 但是 特别注意 这个大瓜糊 它 不能直接贴 上面有个Ctrl Shift加Enter 请你要用Ctrl Shift加Enter 去产生这个大瓜 因为 我为了让各位了解这个外面的大瓜糊 所以我直接把 帮你们加了这个大瓜糊 所以这样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将来做不出来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大概 会有这些 那他不是一次做完了 他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去做 可以慢慢一个一个把它完成 但是在正列里面显示出来还是非常的不清楚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VBA VBA等一下会讲到的就是 一 先把 这些东西删掉 主要我们会完成底下有 5个 制定函数 1 数字个数函数 那当然 如果你写成字定函数的话 前提是你已经写好了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找到数字个数函数 给他原始资料按个确定 他结果就出来了 这样应该够简单了吧 不过前提是你要写出来 第2个话呢就是 非数字个数函数 第2个 如果你把资料给他 一样向下填满 他一样帮你算出里面有几个是非数字 可是一般工作里面 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我们可能需要在资料里面留下数字部分 所以这边有一个留下数字的函数 那一样给原始资料 他会帮我把什么 是数字的部分留下来 不是数字部分呢 就不要 把它 就 不把它显示出来 还有留下英文 所以这边一样会有留下英文函数 那给他资料 如果是英文 就留下来 非英文就不留下来 这个 中文也是一样 会有这5个 我们等一下会制定的函数 那怎么去制定 其实 只要你写出一个 后面这4个 都可以拿 第1个来复制贴上修改 就可以产生了 那怎么做 我想 请各位稍微复习一下 这个 看看能不能一次就把它做对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你一次就可以做对 那表示你对于那个 Excel这方面的函数功力 应该 已经有一定程度了解 但是如果说你一次没办法做对 也不能说你这个这个功力不足 但 也 但也还是有进步空间 所以特别注意 执行那个阵列的 尤其是执行阵列 的这个规则 第1个 你的公司里面 一定要会有个大瓜糊 第2个你要执行的话 一定是Ctrl Shift加Enter 没办法